黑衣平頭男在銀樓櫃台 才剛從老闆手裡拿起一整串金項鍊 仔細端看 不到三秒鐘突然一把抓起金鍊 轉頭就往銀樓門口衝去 沒想到才剛慌張衝到門口 卻是怎麼也打不開玻璃門 搶匪自知插翅南非 回過頭來緩緩伸手 把金項鍊還了回去 櫃台內老闆氣得B手畫腳 勾足搶匪只要按鈕一按 警民連線警方會立刻到場 接著不斷小以大意 搶匪一臉心不甘情不怨 卻也只能乖乖聽講 但從鏡子反射畫面 這時的歹徒三七步靠著櫃台 沒有任何羞愧模樣 新闻是三重 這間銀樓遇上顧客假看金鍊 真搶劫 但搶匪沒有得逞 老闆最後也沒有報案 27日下午光天花日之下 囂張搶銀樓 差點就要損失價值20萬元的金項鍊 老闆相信人性本善 尤其聽完歹徒講完苦衷 只要求他千萬別再犯 決定給他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 但這一回能成功勸退搶匪 當然是跟銀樓的自保機制有關 雖然有防彈玻璃 還加裝從櫃台內遙控的自動門鎖 讓嫌犯想逃也逃不了 要是搶匪有備而來 也可以按下警鈴 直接通報轄區派出所 不過也有銀樓屬於半開放式 讓顧客覺得比較平易近人 自保方式就得看老闆的經驗 懂得察言觀色 價位高的飾品 不要一次全拿給客人看 而戒指櫃也盡量擺滿 一有短少立刻就會發現 雖然不知搶匪究竟是臨時起義 還是預謀犯案 但這一回踢到鐵板 栽在銀樓的防盜機制下出了大糗 幸好老闆佛心不追究 否則強盜罪 可得讓他吃上老闆 記者下視頻 何慧榮新媒體報導